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观众人士郑村奇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好 现在大家在讲说 马祖的官兵为什么没有肉吃 明明是在成平时期 也不是在战争的状态之下 为什么马祖牵线的官兵 竟然会沦落到还要在沙滩上面 写这样子求救的讯号 讲说火房都没有肉 都吃罐头泡面 这难道不应该怪蔡英文吗 所以昨天我们就听到 施明德他在脸书上面写 他就说蔡英文 难道不觉得荒唐丢脸吗 金门其实从十万大军 撤到剩下三千 马祖两万兵力剩下两千 现在留这两大防卫部 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只是为着保住 官职 将官的职位 而且扣住庞大的军区管辖权 他说这干脆浪费公帑 干脆撤了算了 直接把金马变成一个和平特区 干脆不要金马特区好了 他觉得说这样子 感觉上面好像留下孤岛 是要引诱敌人攻占 并且诱发中美冲突 企图从中获利 其实你看看他还讲到 他说马祖的官兵 因为这个运捕问题 传出实物匮乏 这国防部长你丢不丢脸 而且总统大人你看到这个 马祖兵在沙滩求救闻吧 作为国家元首 你不觉得荒唐又很丢脸吗 所以这一切都戳破了 这个蔡英文的谎言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找出之前 他曾经的海事山盟 他对这个国军是讲什么呢 总统是国军的靠山 他承诺说到做到 大家要放心 而且他去金门 市岛部队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他讲到强调军人职业特殊 国家一定特别会照顾 而且访马祖的时候 关心前线的国军 就说随时要保持最强的战力 结果是怎么样子呢 结果你看 这个举光乡长就讲说 这物资出问题 其实这个货船 二十几天才来一趟 这好像已经是一个新常态了 还有阿兵哥没肉吃 就算了 之前不是还有讲说 这个海底电缆断网吗 所以阿兵哥们还要去买那个 中国大陆的旅游上网卡 变成是这个样子 我们自己让他断网 又没肉吃 就真的很讽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游盈龙董事长说 这其实马祖火防缺肉 官兵只能吃白饭泡面罐头 这个严重性 其实不下于去年离岛守军 丢石头驱赶中共的无人机 这真的会笑掉解放军的大牙 一笑国际 这真的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就反映出来 我们政府的应变能力 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人 是跳出来在检讨说 你怎么可以官兵 怎么可以讲出这个秘密呢 不然要饿死吗 不然要在那边活活饿死吗 秘密也没打仗 就呈现出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哪怕是在成平时期 所有的运补措施都是不到位的 那我们看 这陈建仁也有所回应 他就说海巷不稳 跟这个船运基建维修 所以造成了这供应不足 现在已经请空运的单位 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运搏 网友们就觉得说 这21天叫做马上 都已经吃了21天的罐头 我们昨天还特别 把罐头这样秀出来 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样的罐头吃21天 谁秀得了呢 又不是真的在打仗 你这样子就已经把前线官兵 都已经饿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还要出来出征他们吗 你看还有人在那边 有一些侧翼或者是绿营支持者 讲说这算不算是泄漏这个军机呢 这个没水没肉吃 他说这个在打仗很自然 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打仗 那我们看看二战的时候 日本兵如果在太平岛上 这个排出没肉快要饿死的 这些讯息的话 美军的侦察机不就发现 有日军了吗 现在侧翼就开始用这样的 一个论调来出征 就是马祖这些沙滩的官兵们 所以其实前线的官兵们 真的也是蛮无奈的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连拍摄照片的人 这个拍摄者叫陈鸿润 他竟然也接到了军方关切的电话 就军方说这影响国军形象 要求他下架脸书文 那他其实曾经也代表民进党参选 这个举光箱的代表 所以他并不算是说 一定是什么挺蓝的 或者是说中共同路人 他可是代表过 民进党参选的一个人 他只是忠实的反映出来 前线的官兵 就是没有肉吃的状况 希望人家重视 现在不管了 一切通通都抹红 那我们看王浩宇也出来讲 他讲说 这个罐头很营养 这干嘛要攻击 这你的话更没营养 这个罐头又比你的话有营养 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是不是成了弹药库 今天你看到很多的 头版的这个报纸消息 都告诉你说 美国演你要储备弹药在台湾 我们台湾真的要变成弹药库了 去年底大概十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的一些智库就讲说 要把台湾打造成弹药库 要作为这个第一线的防御 所以我们要卖给台湾标枪 卖给台湾任何各式各样的武器 把台湾弄成弹药库 现在不止如此 是不是连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储备弹药 都要改放到台湾来 昨天这样启程就有问邱国正 结果邱国正的回答也让大家觉得 真的吗 他说这也在谈当中 就可能在南韩 日本 菲律宾的一些储备弹药 通通都要改放到了台湾 我们台湾就真的变成一个火药库 然后埋地雷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刺猬之岛 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这个所谓第一岛链 防卫美国国土的决心吗 这真的是我们要的吗 我们所谓的第一岛链就是以美国来看 排在第一排的人 保卫我们的人是谁 台湾就是在第一岛链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放成这样子的 那么多弹药库在这边 是不是美国很怕说 俄乌战争的时候 乌克兰弹药不足的问题 所以干脆就先放在台湾算了 连现在日本不是有消息出来吗 说要强化自卫队的这个蓄战力 他们在十年内要增建130座的弹药库 所以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我们都是个棋子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阿祖这个当然值得谈 可是我更关心的是 江启臣这个质询我认为非常重要 原来他们私底下都已经在谈弹药 怎么弄 如果没有今天立委监督 我们根本被蒙在鼓里 好 那就比较重要是说 邱国正没有否认 他说正在谈 那我很想问邱国正 你要怎么谈呢 我有个想法 要谈可以 这些弹药要放在台湾 收钱 为什么要收钱 要么你送给我们 送给我们 那么没话讲 要不然我们很多都给你买 很贵 我们不但子弹 军火都给你买 忽然间跑出一个议案说 要把美军的弹药放在台湾 这什么意思 那既然要放 收出金 一颗子弹一年 一个月 一块美金 对不对 那你那个比较大的榴弹炮 可能就一千美金 坦克的这个炮弹 就是两千美金 照收按照体积跟它的重要性 来收才对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可能想说 人家美国要放在这里 就是要给我们用的 有什么好计较 他可能没讲 要不然你就送 要给我们用你就送 送我们还不一定要 难道是 难道是美国人到时候要来台湾 一起参战 我们用我们的弹药 美国的兵用美国的弹药 你觉得有可能吗 美国正会来参战 你就要讲清楚 说我们是给我们自己美军用的 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来不及先把军放 但要放这里 军人一定到 你没有听到任何承诺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可小觑 那干嘛 就是要给我们送死 那我们何必呢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一定是国家的大事 不能说好像没有原则 要放可以 我再讲一句话 一颗子弹 一块钱美金 你都按照这个比例收 收出金 存放难道免费了吗 美国人有对我们这么好吗 更重要的是 陈建仁那个话 他今天当了行政院长 他说能战才能止战 我们常常讲什么 要备战才能够 这些人都已经变成口号 都已经变成没有内容 变成鹦鹉学舌 跟着讲而已 我请问陈建仁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军人能战 真的可以止战吗 你今天要止战 美国人不止 你说你不想打 我们军人能打 但是我们不想打 可是美国人要你打的时候 你止得了吗 你停得了吗 你讲这句话 第一个就这个结果过不了关 这是个空话 假话 你根本没有脑筋 第二个 我认为台湾现在情况刚好相反 只不能战才能止战 为什么不能战才能止战 是美国人要把我们送去当炮灰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打 没有产生炮灰的作用 没有办法引起冲突 没有办法两边变成废墟 那美国人用我们干什么 他就不会不要往前推 我们才能够停止 陷入这个战争的危险 所以刚好相反 不能战才能够止战 结果你今天做一个行政的首长 脑袋你是没有当过兵 你脑袋是怎么回事 陈建仁你有没有当过兵 我今天虽然不是职业军人 我好歹也当过两年的志愿役 我都可以分析 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 结合这两个 莫名其妙会给你子弹 弹药送到台湾来 你是好事吗 然后可以无条件吗 第二个 这条件后面有真正的企图 就是要让我们去当炮灰 我们要怎么样放一大堆火药在身上 绑在身上炸弹去装人肉炸弹 所以陈建仁 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种情况是能战不能止战 刚好相反 要止战 就是让美国人不让我们产生 可能作战的各种因素 要把它消除 要把那个炸异性解除 好 接着请教淑慧 过去我们看到蔡英文 每一次都出一张嘴 讲一些很漂亮的话 她过去说什么 我们要形塑军人的尊严荣誉 让国军更好 还说要让国军抬头挺胸 充满骄傲 不好意思 当日本经济新闻 这样子侮辱我们国军的 退役军官的时候 蔡英文 你有去为国军的尊严 去讲过什么话吗 我们的驻日代表还是说 要求平衡报道 请问是要怎么平衡呢 是要说你们不对 要把日本经济新闻 痛骂一顿 然后把这个痛骂一顿的话 再放到 再让他去报道 他会做吗 你要要求他更正道歉 但是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驻日代表 我们的总统 知智对于大哥哥的这个新闻 不敢去做更正 然后你要怎么让国军抬头挺胸呢 你要连肉都没得吃了 饿着肚子在沙滩上写下那个字 那个超像电影 那个荒岛求生 只求让别人看到这个国军 在外岛的窘境的情况底下 直到这样子 我们的国防部才说 有办法解决 很快就解决了 我们派运输机 那奇怪 那过去20天 国防部干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解决方法 我昨天看这个运输机的运输量 C130运输一次 可以吃10天 因为运输一次 可以运输5.2顿 那整个断 这个断绝运输也不过才21天 也就是说 你只要派运输机两次 那国军就不会中断这个粮食的运输 两次你只要飞两次 你只要在20天前飞一次 10天前再飞一次 你今天根本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你为什么非得被揭露说 我们妈祖外岛的这个国军 这么可怜以后你才说 我有飞机不要怕 这是什么样的官僚心态 这是在照顾国军的心态吗 等到部长被骂了 他才想解决 部长如果被骂 那就是国军挨饿 我没有被骂 你们就继续饿 我被骂了你们就有肉吃 有需要搞成这样吗 台湾的公务员 台湾的这个官员们 有需要把自己搞得这么 你一定要被骂才做事 不骂不动 骂了才动一动吗 何况你是部长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悲哀 第三个悲哀就是大家一直说的 我们的运捕能力 跟我们的备员能力 如果都差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现在还是平时 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处理 外岛的运捕受限于天后跟海象 这是今天才知道吗 这是几十年来几百年来都知道的事情 你没有建立备员的措施吗 昨天我才跟网友在开玩笑说 或许未来台湾要实施囤兵制 什么叫囤兵制 就是让我们的阿兵哥自己种田 自己养鸡 自己收鸡蛋 这样我们肉也有 蛋也有 民也有了 阿兵哥不要靠政府 自己去做囤兵制 这样他们就不会挨饿了 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说 有一些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还说他哪是吃不到肉 牛肉罐头也是肉 牛肉罐头也不错 这个不是他们二十天 有没有肉吃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国防问题 还有我们的这些官 你们怎么去看到我们阿兵哥 这真的是别人的小孩死不完 别人小孩肚子饿 不是我的小孩肚子饿 你问问邱国正 问问民进党这些官员 如果你们家的小孩 这样子挨饿 这样子每天只能吃 拿白饭当主食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心疼 人家的家长会不会心疼 霍永哥 我不是很理解说 为什么蔡总统下个月要出访 可能在美国见麦卡锡 是由外国的媒体曝光 蔡总统 台湾都没记者了 台湾都没有 至少可以放给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不是跟你很好 其实宅宣我比较看 这是认知作战 为什么国防部长要回答 国民党的立委 这不是国家机密 美军要把弹料放我们这里 国防部长可以讲 这国防部长讲就不算泄密 我们讲就叫泄密 这个是认知作战 这是故意讲给你听的 立委咨询我可以不讲 我可以报告委员 我在秘密会议在跟你 其实立法院是有秘密会议的 就是不曝光那种的 你为什么要故意公开讲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假议题 譬如说刚刚提到这个 日本 南韩跟菲律宾 他们都是有美军基地的 所以他们放美军的战药 弹药是很正常的 我们这边没有美军 你放美军的战药 你要给谁用 你看最近在美国 一大堆的乌克兰的飞行员 跑去受训 为什么 他们一直跟拜登说 我要F-16 他说我给你F-16 你也不会飞 我给你飞 你给我弹药没有武器 我怎么用丢的 就像大陆的无人机来 我们用石头丢吗 我给你弹药没给你武器 你是能干嘛 对不对 我请问观众朋友 我们可不可以跟美国说不 蔡总统你敢说不吗 就是美国老爸说 我要把弹药放 你敢不敢跟他说我不要 你敢吗 刚刚郑老师讲得非常好 蔡总统你连说不你都不敢 美国叫你放你就放 因为我们就是跟美国的俄皇帝 你连拒绝都不敢 我觉得很奇怪 我讲一下这个马祖这个 因为翟軒这个也是认知作战 你思考一下 到底真相是什么 观众朋友 我们把真相厘清了 再开始来做评论都还来得及 请问到底没有肉吃 是两天还是20天 如果是两天的话 那这部队也太 太太 想贵贵 两天没肉吃 你到底抗议 可能是20天 那讲两天的就抓去枪壁 说谎 那第二个 只有马祖马防部的官兵 没有肉吃吗 还是马祖的乡亲也没肉吃 如果我这样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马祖乡亲 也没有肉可以吃 那就不是只有官兵的问题 那我请问你 马祖的县长 那个叫连江县 连江县的县长 马祖有立委 马祖有一席立委 我们刻意让马祖 金门也有一席立委 就是外岛 我们特别给他 那立委呢 官党呢 老百姓 不是只有部队没肉吃 连马祖的乡亲也 就叫苦连天 那连江的县长 跟马祖的立委 你们在哪里呢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们现在了解状况 不是两天 而是二十几天都断粮了 没有肉 不能讲断粮 没有肉的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讲 整个这个被证捉 很像说是蔡总统不去抓 那蔡总统你的 马防部的那些系统 好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阿兵哥 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 他是跑去沙滩写这个字 他是去对外求救 翟轩我讲句实在话 如果今天他不是写出来 不是单在报废公社 我们怎么会知道 马祖距离我们这么远 我们怎么知道马祖 连个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我们都做不到 所以官党我要特别强调 这些能够派到外岛的 大部分都是自愿意的士兵 因为我们现在募兵募得不好 没有人要当兵 所以你募兵你开再好的条件 没有人要去当兵 你自愿意的这些募兵 募得这么的不顺 你今天要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觉得其他 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当兵的人 况且有这个几个 他会愿意去吗 所以请大家认清楚 我们的三军统帅 蔡总统 我跟你讲 这个国防部是可以统计的 就跟李总统 扁总统 马总统比起来 蔡总统是去跑部队跑最多的 但是蔡总统的一个错误概念是什么 他觉得说 我来看你们是我很照顾你们 蔡总统你错了 你每次到每个部队去参访 是类死那些阿兵哥 但是我也要用蔡总统这个话 当我的结论 蔡总统你这样子 那种蜻蜓点水问导游的参访 有用吗 因为总统去的时候 一定都是干干净净的 有鱼 有肉 有蝦 你要有什么 我们以前也都经历过 那些都是假的 但是马祖这个状况是真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 sty伏 练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